我剛剛學校有件事情 我剛剛從行政道跑回來 所以我現在有點慘了 所以還好 不要試試看 我大概就稍微幾分鐘 因為大家就是抱歉 好 那開口的話 就是其實我們還是要繼續介紹 就是第四個單元的部分 我一開始我會需要先 調查一些事情 好 考驗的部分下禮拜會發 就是今天這樣 再後來 上來 大家提供我寫 那我先先把他寫 就是有聽助教說好像寫的 他說感覺好像寫的蠻順的這樣 所以可能要等下禮拜來談一下 就是這次集中的部分 那我發現那個 提醒跟考古記還有 然後是跟那個作業也蠻相 所以我想可能主要應該是那個 初心的那個部分 對不對 然後寫出掉部分也分 然後 然後 不要這麼的 不要這麼的嚴格這樣 所以可以看一下 按下禮拜 就可以知道大家的成績這樣 然後再看一下 什麼算錯的啊 這個部分 好 好 那我們從這個集中檔後面 其實我們可以開始正在進度說 比較實際的設計的一個單元這樣 因為我們這門會叫數位系統設計 所以 顧名思義來說 其實第一個是要叫數位系統 第二個動作就是叫做設計這樣 所以從這個單元開始 一直到下一個單元跟下下一個單元 就是跟未來如果你想要做數位系統設計 就是你想要做CPU 手機上 CPU 或者是你想要做你任何看得到的電子 用品裡面的東西的話 那接下來的幾個單元都知道蠻重要的 如果你覺得 其實盡量是想讓大家 課業證書有興趣這樣 你真的有興趣 你可能現在大二大三大四 就會再繼續修相關的課程這樣 如果你真的覺得還不錯的話 不然你工作也可以移中這個領域這樣 這個領域其實有的好處 就是你不怕沒有工作 就是說你怎麼樣都找到要去的公司 只是去的公司 不符符合你的期待 就是說大家都可能覺得心得要高這樣 可能另外一些就是工作時間的情況這樣 所以大家就要思考一下這樣 好 所以接下來的幾個單元 除了有一些比較還是以理論的介紹為主 其實還會有一個 比較讓大家可以實際體驗到 做電路設計是怎麼一回事的一個練習這樣 那這個練習的話 主要是要先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會請助教來教大家 一套軟體 這個軟體的話 就是會找一個技術的實驗來教大家這樣 所以我要先 我要講我剛剛的 好多的東西就是這個教學的部分這樣 有辦法去一個教學 好 好 所以後面的話就是 有一堂期 正如一堂課 12月18號南一堂週 請助教教大家一套軟體叫 叫波特斯這樣 那如果有寂寞好多路大家 那靠體的路設計的軟體叫什麼 你要當然說話叫波特斯這樣 那這段寫不錯 這個字也沒關係啊 就寫 反正音對了就好 波特斯 那代表叫波斯這樣 波特斯 然後英文亂寫 這樣聽起來是波特斯這樣 就至少你知道沒有名字這樣 正確來說是這樣 那這是一套就是比較簡單的 可以說可以讓你用比較簡單的方式 做電路設計的軟體 那它怎麼做電路設計的 這套軟體裡面你會利用到 它有內建一些洛基材 那我們接下來的單一裡面 你學完之後 你一定知道 你都要設計什麼電路 該用那些洛基材把它做出來 所以你就可以用這套軟體 把這套軟體拉出來 然後把它做接線 像這樣子就是一個今天我們介紹到的 一個加法器的設計 很簡單一個加法器的設計 所以這套軟體其實就是 還蠻好用到一個圖形的介面 就是說 就直接拉這個邏輯炸 從左邊這邊拉 做完這邊用就好 然後拉完之後呢 你還可以讓它呢 就是幫你做模擬 就是幫你 就是當這個電路的音譜 這邊有幾個輸入 你給它輸入一些可定的數值的時候 這套軟體可以幫你模擬 這些輸入輸入進去的時候 輸出是對的 它會秀出這種模型圖給你看 所以其實大家如果 為了要做電路設計的話 看模型是一個方案基本功夫這樣 有點像醫生就要看那個X光照圖這樣 他一看就知道問題在哪裡 你以後看到這模型圖 你現在看可能會覺得 不知道大家現在覺得是看起來很厲害 還是看起來很像蟲這樣子 那你以後看一看 你應該可以看得出來之後 這個模型圖哪裡有問題這樣子 所以你如果 譬如說你未來可以進了零八個之後 你可能還是在看這種模型圖這樣子 不然就習慣就會這樣 這些東西就是可以習慣最好 所以這個知道軟體基本上就可以讓你畫電路圖畫完之後 讓你有一些模型讓你知道你的電路是不是對的 比如說這是一個加法器這樣 A加B A加B A就是加速要被加速這樣 這個很明顯 然後加速後有近位跟和的部分 所以你就可以大概看一下 比如說0加0等距離 然後特別是也是這樣 對這樣一個時間點 這橫軸是時間點 就是從這邊到這邊是時間點 可以給很多應付這樣子 所以到時候就要讓大家練習用這套軟體這樣 這樣你以後 你把課程的東西學完之後 你就可以自己把講義上電路圖畫一畫 然後用這個模型軟體來看一下 是不是真的這個就是一個加法器 後面我們還會教 比如說要做一個紅綠燈的控制起司 這是可以拿來控制紅綠燈 你可以自己做一個小實驗這樣 不過我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你自己知道我要替 這個方式只能夠設計簡單的電路 所以簡單聽說 邏輯燈的數量不能太多這樣 譬如說這個大概也只有 只有7個邏輯燈 如果你設計的電路 譬如說是20幾個 你畫這個時候就會畫到發瘋這樣子 如果你要拿出來設計CPU 你絕對不要這樣 設計CPU是用另外一個方式做的 你要拿這個設計CPU 邏輯燈的數量少說都幾千幾萬 你用這個來畫的話 你趕快徹底討遍這些門學的課 從你做那件事之後 你就會覺得 這個不該再出現在的生命題 所以千萬不要拿去 來設計太複雜的電路 簡單就好 如果你咋處理一下 在你覺得 你可以考量的話 可以研究方法 那套軟體學完之後 也會有一些練習 讓大家利用這個軟體來做看 所以我們教這套軟體的方式 就不是像上課這樣 就是我在前面講一講而已 這樣回去你還是會覺得不會用 這門課上課方式 上課方式會用上機教學的方式 譬如說你會真的要去電腦前面學一下 這是有好處 因為以前不上機的時候 大家就會覺得 我在前面大概用十幾二十分鐘的講完 回去還是不會做這樣 上機做一次你就知道到底會做還是不會做這樣 不過上機有個問題 上機在目前系上的情況有個問題 就是我們的電腦教室剛好被人家介紹 所以我們可以介紹別間實驗教室 但實驗教室裡面的電腦不夠多 它只有二十六台 二十六台 那所以目前我說要調查一件事情 就是說其實做這個上機最好的方式應該是 因為這個需要大家把這套軟體 裝在你的電腦裡面 用你的電腦去做作業這樣 今天是你們制服 今天是回到 今天是 我之前看到的是 往顯示逢中的全球 制服日式 那今天是 剛化了台東 全球制服 現在都是全球制服 差不多到全球的 打球地的大獄的時候 那時候我問了 那時候的學長一個人制服 我問那時候打幾個字 那時候會不會小 為什麼會不會小 那時候是二十 那時候那些高中專業路上很快 這樣 好 不錯喔 這樣回味一下這樣 所以我剛剛提到的就是說 需要大家把這套軟體 之後你要做作業 一定是要把這套軟體 裝在你的電腦裡面這樣 那所以上機的時候 如果你是用學校的電腦做 你可能回到家 還是不會裝那套軟體 不會用這套軟體這樣 那剛好用這次電腦不夠 所以我想要調查一件事就是說 如果你可以到時候上機的時候 可以帶你的電腦來 你先把一套軟體裝在你的電腦裡 然後直接拿電腦來現場學 然後現場做完 就這樣的話 按你的電腦運作小型的問題 就是要可以往上方一看的話 這樣是最好的這樣 不然你回去 其實在學校做完 你回去還是要做運動這樣 那如果目前不再確定的是 大家就是目前來說 是不是都有電腦可以帶過來做這樣 所以其實我是要調查就是 有多少同學自己有秘電這樣 那如果不行的就用學校做到 不然就是跟同學一起用這個運動這樣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兩個人 用一台就好 不一定要每個人都有 所以我覺得可能說大家都有的話 你可以上電腦頻道 因為回去是每個人都要教作業出來這樣 所以這個時間點是12月48 這週的話就是上機的課程 那先教你 那接下來會有一段時間 讓大家自己練習 然後就要跟大家說 幫大家看就是有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幫大家回答問題這樣 好 所以我先問 我先確認一下 然後再跟職業說一下我怎麼進行這樣 就是 問一下就是 有多少同學 你現在自己有自己的 當天可以帶來做練習 沒有我的舉手嗎 1 2 3 4 6 6 7 放 好 那這樣應該 可以到時候就用秘電的方 然後就是如果沒有秘電的同學 就是找一位你的 麻吉 反正可以在他旁邊就對了 所以到時候就會 讓大家就是在 就是在 這樣應該會算是兩間教室 每一間教室可以進去 然後就會有主教 你今天應該會有 就是這樣帶大家去做 那之後會請主教拿 拿這套軟體的光碟給大家 或者是幫那個 網址給大家 所以拿光碟給大家 因為這套軟體 其實還蠻大的 這套軟體好像有 超過4D角 還是5D角之類的 所以如果你要用網路下載 你會下載很久這樣 如果你想要網路下載 就跟主教直接拿光碟給你們去裝 這樣 然後我們要跟大家講 那個版本的地底版 這樣 所以 恐怕你也非常有 可是不知道版本對不對 這樣 所以我會事先跟大家講 那個 軟體的環粉 或者光碟變在哪裏 大家回去 就先拿回去 裝在你的名店裡面 然後你有興趣就可以 我先把獎金放上去 你有興趣就自己先玩玩看 這樣 這還蠻好玩的 在我這樣想的時候都很好玩 當不好玩的時候是這樣子 就是這天如果畫出來 波形不是感覺的樣子的時候 就不太好玩 可是你能畫出來 波形是像鏡鏈不一樣 是正條鏡頭 不會這樣子 當你看到真的出現這樣子的時候 你應該會非常開心 你能不能在宿舍交集 這樣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 群眾小孩是一種成就感這樣 你本來是一條線 突然間有了心跳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開心 這樣子 所以這個到時候 大家可以玩玩看這樣 如果有什麼問題可以 要問我 或是不是這樣 所以基本上來說 我們到時候 就是會有 基本上以大家的理念為主 他也會有 也會有電腦看 你就看 跟同學的系統裡面 還是要用特別的電腦這樣 因為這樣看起來電腦數量是夠的 就是說我只有吃幾位同學沒有米電的話 其實如果你應該去跟其他同學接近談話 還是不一定需要用這個理由去 這個原因去跟家長說 我希望我們看新的米電 應該可能 這個討論品不用太另外的連接 不用到連接的那一種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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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之外就是那小孩 這樣子 對 就是這樣 對 他高高低低的波形 他所謂他不是動畫 所以 就是你看你的需要 對 所以就剛是要進行 好 好 那他目前為止有什麼問題 他考試程序的問題 我們下禮拜再來討論 看一下有什麼方式可以來做練 一下 下禮拜的時候 應該 現在做什麼 希望 應該希望 大家應該都可以 好 好 下禮拜大家看看 那 那今天的話主要的重點 是再來就是 第四章節 給大家介紹 就是最基礎 這種電路的設計 然後這個單元 我們說叫做 組合電路 是companationology 組合的意思就是 我們只要把 邏輯雜組合起來 就可以設計出來 我們要的那個電速這樣 所以這個組合是這樣子 所以像邏輯雜就是你的基因 你就要把這些基因 這些邏輯雜 把它組合起來 變成一個你想要的一個樣子 那這個單元 下個單元就要跟大家講說 你怎麼樣子運用這些基因 我們把電路變成你想要的那個樣子 然後就可以看到 設計什麼樣子的一個電路這樣 所以一開始 還是稍微複習一下 這個人考試的時候 十分一級有考 那就是分解的部分 問大家說 companation電路 跟其他電路的一些不同 有觀念這樣 說如果是companation電路 整個電路的圖 就只有過幾張而已 不會有記憶的元件 那一的元件是另外一種電路 叫做序項電路型科學 或者是循序電路 它有依照一定的順序在運作的電路 例如說像紅綠燈 它一定是綠燈變黃燈 黃燈變紅燈 紅燈又變回來綠燈 這是什麼固定順序的 這叫做分種循序的電路 那因為它在運作的時候 需要照一定的順序 所以它一定需要知道說 目前它運作到哪一個點 然後它下一個點應該要產生什麼 例如說它需要先知道 它現在到底是紅燈還是綠燈 如果是紅燈接下來才可以變綠燈 現在是綠燈接下來才可以變黃燈 所以它需要有一個記憶的元件 來記錄它到底現在是什麼燈 根據現在是什麼燈 輸入回來這一個運算的電路 在長生性的燈號 所以它是有一個順序的 這個順序會記在這一個記憶裡面這樣 那這種順序電路在下個單元 我們就會介紹到在第五個單元的部分 那這個可能也是我們整個學期的 電路設計裡面最困難的一個 電路的設計 就循序電路的部分這樣 不過後來了解一下 好像大家之所以這種課 集中考位成績會比較低 好像是因為那個時候 大家要同時準備很多課 因為集中考好像大家會錯誤看 有沒有 沒有 其實大家又不錯誤看了 三次我錯誤看的時候 大家都跟著錯誤看 總共強大的熱心還是這樣 但期末考就不可能錯誤看 因為期末考學校下的一道命令 就是要讓大家回去選擇 所以1月43號之前就一定會考 而且期末考大家會覺得投票 應該投票嗎 寒假 寒假就是期末考考完就開始 就看我們期末考什麼週考 正式應該是2月1號 開學好像是2月18號 寒假最早就要9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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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假比較早 寒假就要怎麼做這樣 寒假6月中就放了 然後9月中就放了 寒假 如果你要提早考考 可能就更多 三個月要放得無聊 三個月再加列付 三個月再加列付 三個月再加列付到剛 不然大家應該有規劃這樣 所以期末考應該當然 連意外全部人都會期在那一個禮拜 這樣 期末考你可能要考 八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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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自學期聽文課 就是在紀念他 是喔 以外我的傍晚有聽文課嗎 因為之前我這門課都會遇到 大家要去文學院 所以好像都需要提早下課 或是下一個自聽文課 需要提早下課 所以因為好像期末考太多科技在一起 大家在文課時間上面就會比較困難一點這樣 所以這學期我盡量做做看 讓大家稍微比較能夠 製造一下期末考的重點 那個重點 重要的就是這樣子 重要的東西 那你應該會比較容易 好像比較不會 大衣上去起坐的 比較困難一點這樣 因為後來課就會有點 比較常鋪一點 就是混亂 然後有一種特地修科 我今天才開會來聽說 有一種地修科修科 可以放四十顆 這一百四十顆是怎麼來的 就是 那個是一個範圍 那門課館 不太到臉 那一個範圍 就是四十顆 五分原因是因為 前幾屆一六下五個 他有砍很多 有砍到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二 二 二 所以 至少我們都會有這樣 但是後來那些課 大家就要好好用心學 這樣子 然後就把他 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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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私底下摸 那我現在是可以 所以會有一些那個 有一些課程 滿度可能是有比較高一點這樣 這個大家後來就要比較詳細一點 就是 二階 就大家的經過來說 應該是從大一下 開始變中 以前是從大二上還是變中 一直到大三下變前 那現在是大一下還是變中 到大三上結束 就依照一個選擇 這樣 對喔 這幫大家 那就是 這個過程 過去就怎麼樣 過去 我覺得我可以 以後再跟大家 教大家一些方法 但這個方法你們不會想要用 這樣 用之後發現 很有效這樣 可是會讓你們大學生 會覺得 恐懼不足 以後有機會 再跟大家更想這樣 這樣 那個方法 會滿有效的 但是你會覺得 大學生很恐怖 這樣 這樣 再跟大家講 這樣 這樣不太好 這樣 好 所以我有些心疼啊 我覺得這個 如果你被這份做得很做到的話 應該會 你的特略一定沒有問題 但是你的其他的 你的學分 就完全不會有問題 那樣子 這樣 就覺得 這樣 就看你覺得 大學應該是 大學就很像在 電動遊戲 你要點哪些技能 變成什麼樣子 這樣 你幾種資料 都點數壓在同個方面 要折射的同志心 好 那再講 等一下 我先講什麼 等一下 再聊一下 再多五個 這樣 幫我付一些 好 就是 我會用一些方式 讓大家知道一下 至少要課業 我大概只能跟大家說課業要 這個顧得好 其他兩個方法 要什麼顧得好 我可能不是 覺得太夠適格的這樣子 然後這個 反正課業以後 可以給大家有機會 有機會的交易時間到 再跟大家說 這樣 所以這個取緒電路 其實實際上沒有什麼的困難 總是因為大家在期末考的時候 準備了時間上面分配不太夠這樣 其中考可能 不過它是有點難度 但是 還不至於到就是這麼的困難 如果聽到說困難什麼 以後的課程會到困難一點這樣 所以後面我們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說你應該把握哪些重點 你準備期末考的時候 其實就應該滿OK的 但實際上 如果你這次期末考 覺得這樣子 你的準備方式 你考起來覺得寫得滿順的 你就用那個方式準備期末考 就好了 這樣 那個看出大家 這是你們準備期末考 就照我說的一些 適合應該OK 到時候看看 這樣 那這個章節 我們比較注重的是 這一個 MyNational電路方的運算 這個就沒有任何的順序 完全就是 比如說加法器 你輸入多少就會該得到多少 你不會因為說你過去一個小時前 輸入了什麼東西 或影響到你現在用這個加法器 你的計算機應該沒有這麼特殊 一個小時前按了一些東西之後 一個小時之後哪來考這麼課 結果按出來是上個小時 考出來的結果是這樣子 你的計算機的經營能力應該也沒有什麼 計算機其實是尋去電路 可以處的東西 如果我們要做這個交道器 沒有那麼厲害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說看完以下 基本上就是這個單元要教大家 就是你這樣子 把一些邏輯都要組合出來 讓你輸入一些輸入之後 產生一下有速度的結果這樣 那 就這個單元就有跟大家 這個單元 請問考還是要考 這個大家要知道一下 因為這個我們才交到1%而已這樣子 所以這個單元裡面 我們要先教大家怎麼做電路的分析 就是這個分析這樣子 那這個分析其實是要讓大家 給大家一個電路 然後給你它的輸入 請大家說一下這些輸入 會得到什麼輸出的結果 或者是把這個輸出的不靈方形 寫出來 這支表寫出來這樣 那我們知道說 這個電路比如說 這是個加法器 那我問大家說 你怎麼知道這個電路是加法器 那你就要輸入 比如說0加0等於0 0加1等於1 所以它的電路做一些 模擬 或者說就是做一些分析 那你可以做驗證 驗證 驗證 驗證你的電路是不是對 所以驗證的方式 之前有跟大家說 我就給你一個電路 你可以把它的固定方形寫出來 把它這支表寫出來 那你可以猜測 這個答案是不是對 據說加法器 這支表寫出來 就可以知道 它是一個加法器 所以考試的時候 請大家做這一題 題目不一樣而已 但它提寫是一樣的 就是大家把它的固定方形寫出來 這支表寫出來 這支表寫出來 這是最先寫還是最後寫 對… 這分錯有多嗎 後面連結 這樣至少 就算你寫錯還是有分數 你不要因為寫這一題 寫不出來心境都沒有 前面那些比較簡單的 那你最後一題 記得我也寫 謝謝大家 第二題要好嗎 我還有人就是差那最後五分 幾個都不幾個 大概就差很多 所以… 這個題目的畫圖就是說 給你一個電路組合 請大家把它的套布 這個固定方形寫出來 這個題目應該要叫大家做一些畫質 就可以用一些卡通圖 做一些畫質 好…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做這個分析的方法 就是… 從音谷的地方 一層一層的 往套布的地方 把每一條寫的固定方形 或是把它的認知表明數字找出來這樣 所以就要分析這樣 那… 到了上次上課的最後的部分 就教到怎麼樣做電路的設計 例如說我跟你講 就是這一次的題目 我教大家 請大家設計一個檢查數字 是不是指數了 這個指數 應該上課的時候 好像跟大家提過 曾經考過這個題目這樣 這個指數大家就要記得了 就是大於一以上的數 還有什麼指數這樣子 二、三、五、七嘛 只有這四個會 注意一下那套布要是0這樣子 二、三、四個又是指數 套布要輸出0 是大家也許會出現的地方這樣子 到時候下一班再來檢查一下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 你知道一個電路的方形之後 你就接下來要做幾件事情 你要去知道說 那電路會有幾個音符、幾個套布 然後把它的真指標找出來 那你就被用卡通圖做畫質 所以那一題其實也是20分的嘛 那一題設計電路的那一題這樣 那一題其實你應該也是要最後10分 比較好這樣 那如果你那一題觀念對的話 其實它為什麼應該有可能 你還要靠的 所以有正式表 因為卡通圖做電路畫質 最後把它電路畫出來這樣 所以譬如說 我們剛剛講義的例子就是說 給你一個電路請大家 要把PCD轉成超過3個小時 然後那個那一題 其中考題目也是要請大家 用超過3的整體規範編碼 看一下处置出來是不是數 所以你把真指標寫出來之後 你就可以畫這個卡通圖 所以重要的是這個真指標 所以這個真指標 只要你理解的題目是對的 就可以畫出那個真指標 畫得出來 卡通圖裡面畫完就沒有問題 所以其實最重要的事情 是這個真指標 把它畫得出來 其實接下來的那個 徐項列入 徐須列入最困難 也是這個真指標這樣 但是這個真指標要更困難 因為這個真指標是沒有時間在裡面 剛剛說這個卡通圖電路是 一步輸入什麼超過就是什麼 徐須列入多了一個變數就是時間這樣 一步輸入什麼還要看那個時候 那個時間點你的 譬如說你對的是什麼等 還有兩個因素加強 這真指標就比較複雜 比較難畫得出來 如果大家可能最困難的應該是聚感這樣 你最後看到這些 所以我小朋友應該從下節課開始 就不要再講第五的單元困難這樣 聽久了大家都會自己心裡自然 然後你就會覺得第五章最能困難這樣 不要一直說給大家這樣 反正就是它是一個 有些基本的一個觀念這樣 好 所以這真指標做出來就可以畫得很難 然後這個練習你都好有好 所以這個在看你要用卡通圖的方式做 你要直接寫 如果直接寫的話 你要寫你的設計的觀念 直接蹦出一個答案 不然那個答案就知道是從哪裡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進到 Compination電路組合電路裡面 最實際的一些電路設計 那個時候是你以後設計比較困難的電路 譬如說像CPU的時候 比較複雜的電路 你就用到這個基本的設計 所以我就從這個最基本的開始 開始我們要先交加寶器的部分這樣 所以第一個單元我們就要交 怎樣設計一個加寶器這樣 那加寶器呢 我們一開始要設計呢 是一個位元的加寶器這樣 所以這個加寶是用紅色的那個字 要加兩個二進位的一個位元的數字 然後其他設計有這樣子的一個定路 所以什麼叫做兩個binary digit呢 我們就問大家有問題這樣 兩個binary digit就是說 這裡就有避起來的一個位元 就是說就是0 另外一個加寶一定有加速跟倍加速 然後再加0加0多少 0加1多少 好 1加1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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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 等於 10 10 所以等於2 現在是二進位 現在是二進位 finally 320秒2這個數字 不然如果你要表上2 就一定要做一個幣的數 所以我們說加寶器呢 它的輸入有兩個幣的 這個是加速 這個是配加速 輸出也會有兩個幣的 這一個叫做 這個叫做上 就是我的意思這樣 然後這一個我以為人叫做carry 就是進位 那現在好像大家要把carry用成 那蠻延伸的用法 找電動 甚至說誰carry 誰 我最近有拿國旗說 台灣第一的那些事情 我看 我沒有點進去看 但是我剛剛最多的 就很多這樣子的 就是carry 我沒有查過carry是真的可以用這個用法 就是我carry就是我造名的意思 carry它這裡是進位 就是有說進入的位 就是1加1等於是 然後也有這個 這樣子 好這裡我們先學怎麼樣 是做一個位元的加法 這個你會做之後 接下來就可以做兩個位元 比如說我來問大家這樣 01加上01的答案是 01加01答案是做的 這樣子數就是 這樣數是1加1這樣 那這個就是這邊這裡 剛剛不是有個進位是1嗎 1就是寫加上面 就變成1 0就變成2這樣 那如果我現在這樣寫定 1加3變1 那哪是我的 1加1 1加1是0嗎 它是有進位在這裡這樣 那1加1又變成0 所以又多有進位在這邊這樣 所以我們說 那我們就先學 每個位元的加法 每個加出來 有一個合 有一個進位 這個進位是要用來 那是下一個位元自己專用 這樣 那我們現在就是先以這個位主 一個位元 所以我現在要教這個位元 好那我希望大家 你覺得現在 你知道說 如果要設計一個 一位元的加法 系在設計 就是照我們前面教的方式這樣 你要設計一個電路 最重要的就是知道 這個電路有幾個音部 有幾個套部 然後它的增值表長是幾樣子 然後問大家 一位元的加法系 會有幾個輸入 兩個 兩個 基本上有兩個嘛 加速跟非加速 那輸出會有幾個 輸出有兩個 一個是合 一個是進位這樣 所以我們就要寫一個增值表這樣 那這樣就可以來決定一下 那你的音部跟套部呢 要叫什麼名字啊 那 人增值表 我們都畫出來呢 要分成兩個檔位 一個是音部一個是套部 好那 假設 就是 一個加速器的輸入 就叫一個y 它輸出上 就叫做s Perry比較多C 那你要說這個 這個加速器的設計就是 把這根主要寫完 這個比較好 兩個會員 兩個輸入或有幾種 也不足 不懂嗎 0.0.0.1.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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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好 這個0.0.0加0 上是多少 Perry是多少 ional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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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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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2 好 那如果大家要叫上 這個上個點都怎麼做 這樣看 這樣看 就是克斯普拉歪加上克斯普拉歪巴 把名稱寫出來兩個 這樣會不會化解 如果說就是他們的能量 所以提其實也會提供 提供答案 提供答案就是 我等一下看一下什麼東西 好 先做這個 這樣子其實可以變成這樣 所以上個點都沒有轉這個樣子 阿Perry就簡單阿Perry 所以加法器這樣就是寄往一個P 一個P的加法器就長 它的伏林方式就長這個樣子 所以講義上就是兩組這兩組 這個就在這支表這邊寫給大家看 所以後來把握一個KV 一個叫做上部分 這個例子就是我剛剛沒有跟大家講的 你先學了一個位元怎麼做加法 就可以用它來擴展成多個位元 譬如說這個是兩個位元的加法 要注意到的事情就是一個位元 它會產生上跟近位的Perry 那個Perry是要用來下一個位元 讓它做加法用這樣 所以這個是我們所說的 就是加法器的部分這樣 好 那現在我繼續介紹 就是連貫了 所以我就會一起講一下這樣 這個加法器呢其實我們叫做 只是叫做半加器 比如說還有一個A的 只是叫做半加器 為什麼叫做半加器呢 因為如果你看我這個例子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這個毛都有個病這樣 如果是這種加法器的話 第二個位元的加法 是不是除了加速跟倍加速之外 還有一個千一個位元跑進來的近位 就是這兩個之外 還有一個千一個位元 一個加萬跑出來的近位 所以實際上加法器應該要有三個輸入才對這樣 加速跟加速跟前一個位元送過來的近位 叫做就是Perry In這樣子 就是近位這樣子 Perry In 一個近位 所以應該要有三個輸入才對 那我們剛剛這邊介紹的就是一個半加器 也就是說這個半加器裡面 其實還沒考慮到這個前一個位元的近位 它只有考慮加速跟非加速就像這樣 所以這個看一下這個說明上 這紅色有一些重點 半加器它就只有兩個輸入而已 它這個叫一半大型 但之所以為什麼叫一半 待會可以讓大家看到 電路主要來看 它就是真的就是 如果你要是有完整加器 就是把這個東西 再加一個東西上去試 大家可以讓大家出來看一下 所以我說半加器的設計其實就蠻簡單 就是一開始 輸入假設掉一個實外 輸出叫carry跟sum 這樣子 你就把它整治表寫出來 然後就可以把它這個sum跟carry的 固定方式 就像我白板這邊寫的一樣 可以把它寫成式這樣 這樣子 好 如果你把它電路主畫一下 然後它就是這樣 這樣子 sum就是這個carry 或者你就把它變成這樣子 其實後面如果你要理解加器的設計 這樣子來做其實比較容易理解 就是寫成這樣 sum跟carry sum是inc-sum y做個x4的結構 c是inc-sum x-y這樣 好 現在稍微進階一點 請大家練習一件事情 練習理解sum跟carry就是這個答案這樣 不是用bake的 不是用bake的這樣 就是以後大家做交替器的設計呢 不要再從這邊開始 直接用這個來理解就好 如果大家兩個加速加起來什麼時候 是稍微的1這樣 就是你的印象這樣 兩個加速加起來什麼時候會有一個人的1 就理解了 就是用這個input的行為來看什麼 兩個加速跟配加速什麼情況下加起來 一定會1這樣 就是只有一個是1的時候就一定會1 那是什麼function可以讓你說 只有一個是1的時候 好不就會1這樣 這就是input of all這樣 所以大家要把它練習 這樣 所以這是可以理解的 這是不是要提升大家的速度 因為你考寂寞考的時候你會更緊張這樣 不好這顆又是最後一顆 你考起來可能會很開心 寫完就被放假了 可能更緊張 所以可能盡可能不要 如果你真的忘記就從頭開始推 但是如果你記得 你理解的話可能會比較快 你能夠把最後的起碼考 你反正需要的時間 需要手電度要再更高一點 或是至少要更集中的 要收藍 所以上為什麼呢 因為XXO Y 那意思就是說你自己理解說 所以這兩個加速跟變加速加起來 一定只有這兩個集中為1的時候 上才會變成1 所以它的方式就可以用XXO來做牛市 那我再換另外一個角度給大家 換另外一個方式 問大家Carry的部分 什麼時候加速跟變加速 什麼條件下才會產生靜位置 0加0不會有 0加1或1加0就會有 就是只有11的時候 才一定才會產生靜位置 那什麼樣子呢 多吉他讓你 只有XY點11的時候 高度靜位就會 就把它連結合起來 這樣子 所以這樣大家知道嗎 好 兩個幣的OK喔 那我現在再進階一點這樣 如果我現在是三個位置 那位置就主要是這樣 就是這樣是一個bit 這個bit呢 有加速 倍加速 它這個是前一個bit 近位 所以如果是三個 這個就是三個位置的加法 這個我們會叫做是全加7 下一頁就會看到 那它會有三個因素 就是說25Y 那假設這個 這個近位的periodin 叫做b 這個就是periodin 這樣子 它all不一樣還是有上跟periodin 這樣子 那我問大家 你可以用剛剛我教大家的這種 推理的方式推出來 你覺得如果有XY跟一個periodin的話 這個S會能多少 不要畫正值表 不要寫那個 不要寫出正值表 你覺得S會能多少 這三個位置 這三個位置 什麼情況下加起來 上一定會有1 這也是G數個1 G數個1 那所以S會應該要0 所以 音符如果這個YD的話 S應該會0 如果有三個 三個音符要G數個1 S就會0 那S應該0 這個也是 有一點提示 這樣 這個 跟這個有什麼關係 有關係嗎 所以它寫出來 應該會是這樣 這樣 這樣子寫 只是 只要這三個有G數個1 然後不一定是1 這個題目 其中找一個要找XO 是一個G函數 這個G函數這樣 那carry你覺得 當然會是 carry到底 什麼情況下 三個位置 會有人這樣架起來 會有一種 有經歸的情況 大家可以測試想看 等一下這個比較複雜 就是用後面的講義 讓大家 一附一附的 讓它看得出來 但上的部分比較簡單 上天大家知道說 只要是G數個1 它就會好不覺得是1 所以它一定是這樣子型 那如果是carry的話 要什麼樣子的情況下 carry一定會有 一個屬外一定知道 看出什麼條件 那個carry 這個carry就一定會有的 這樣 難怪也會有這樣 條件這樣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後面圖的這支表 你可以先想想看 看你等一下 你的答案 跟講義上的事情 這樣 所以說 我們說搬家器 就長這個樣子 當你要抱一個搬家器的時候 三個carry的那個時候 C就是一個M 這樣 那接下來我們較近到來 全家器 4A的 這一個你要看一下 搬家器叫Hell Parry 全家器叫4A 不平之一就是 全家器是由兩個搬家器組成的 還有我們來看一下這樣 全家器呢 重點就在於它有三個input 三個input 這三個input除了加速跟倍加速之外 就多了一個前一個位的境位 我們的previouscarry的意思就是 前一個位員的境位 我們叫做carry in這樣 進位子 那輸出的境位子叫carry out 就是carry in跟carry out這樣 好 所以我們就說 欸假設上面這個xyz E就是carry in這樣子 然後百萬大型的一樣 然後如果還是c跟x 所以同樣你還是可以把它的正值表寫出來 大家可以看個正值表 看看你可不可以歸納出來 在carry什麼時候會成1這樣 好 基本上xyz 這都在加速跟倍加速 第一次境位子 上的部分剛剛那已經回答出來 我們先看一下 只要這個input是基數格1 譬如說001 10 100 上都一定等1這樣 上都一定等1這樣 那據說就長這樣這樣子 如果 100可以一戒 攤交 比如說1加1 如果是carry 可以是這樣 或是這樣 這個是carry in carry in 這個是加速可以加速 可以加1加1 可以做到 carry in 然後變 所以這個大家應該可以寫出來這個正值表這樣 你可以先寫出來這個正值表 那我們接下來就可以來看看說 那這樣c會有什麼 這樣 所以上的部分 你看到001 010 1050 最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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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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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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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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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理解我比較容易 我還是有點中學之前 跟一些中學說論理解之後他都說 我應該用貝魯 貝魯我最厲害這樣 以公大家應該基本上應該是用理解的比較厲害 或我是異化一樣 因為我考進大學的時候 我的物理化學都很低 物理化學好像有自己 化學好像也有自己 那為什麼考上大學呢 就是因為我的英文國文比較高 英文國文8塊9塊這樣 然後我們學會說你那個人蠻奇怪的這樣 那大家都是那種 理工的科目比較高才好 這樣理工的理文學的科目比較高 為甚麼學會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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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 我以前就高中的時候 我就覺得會不會很容易這樣 會不會來考考數學考連一段這樣 數學第一次考國籍的特定 所以我發現到底有沒有漏記 我知不知道 我知不知道天下有個道路是種問題 我知不知道天下有個道路是種問題 我知不知道 這也是一個紀念 紀念 從此之外 我再跟大家分享 就是 開始是金寶寶寶寶寶寶 後來就會哭 所以 你還沒有找到那個學習的方式 我知不知道 有機會跟大家說一下一些學習的方式 所以這個 還你是覺得用背很比較好 或是理解 我覺得就是I'm anointing理解 兩個文藝就好這樣子 所以carry的電路機板 就可以寫成像這樣子 畫出來是長這個樣子 那你要怎麼這樣子 把它變成一個全家氣的上子 像carry是這樣子 我們剛剛講有一個觀念就是說 全家氣是由兩半家氣所組成的 它到底是怎麼樣 你這樣子看應該看不出來 大家這樣子 你這樣看這個跟看這個 你覺得看得出來就是 它是由這個東西組成的嗎 好像看得出來 就是半家氣是長這樣 一個一個是O 下面一個N 全家氣是長這個樣子 如果就它目前的形式 大的一個這個這樣子的一個 加上這個 那這個其實可以變成 一個是YZ 一個是O 的進步 這樣子 這個如果你知道 它就是原型的這個 這個展開就是這個 所以我們稍微整理一下 就會變成下面這個就是這樣 整理給大家看 原來的式子是藍色的 注意一下這一頁跟上一頁的差別是 這一頁的這個結果跟這個結果 就是下一頁的藍色子的這個結果 現在要做一件事情是 牛下往上推 推成一種特色形式 就是看起來像下面這個電路 這電路就是促進整理後的全家氣的部分 這個全家氣看起來就像是兩個半家氣 這個就是一個半家氣 所以剛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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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去看一下半家氣 剛才剛才會去看一下半家氣 看一下這個真相一樣 一個是HOR HAND 就是一個半家氣 一個是HOR HAND 就是一個半家氣 全家氣整理過後會變成這樣 這就是一個半家氣 這是另外一個半家氣 好 剛跟大家講 全家氣是兩個半家氣 加上一個HOR 因為我已經找出了組成 所以後面大家要知道 這樣子就是一個全家氣 所以這個電路就是也可以用理解 那這個整理的過程大家看一下 其實最後的結果也可以理解得出來 這樣整理給大家看看 例如說像這一個 這一個藍色本來是上的原來形式 就上面的這一輪 就這一個藍色這樣 然後把它往上整理 整理出來就變成像這個樣子 就是那個時候 剛剛已經讓大家看過了 然後我們就理解過了這樣 那比較麻煩的是下面這一個 就是本來是這個carry的部位 20Y加20Y 然後呢 我們把它故意補上多一個項 Y加Y 不讓20加20 就是無所謂的 因為Y加Y不讓20加20 就這樣補進去 這樣補進去之後 就可以整理整理整理 整理成這個樣子 整理成這個樣子 好 如果整理成這個樣子的話 其實也蠻容易理解 我們再加這個 這個booling function 會怎麼引進 這個booling function 講的意思是什麼 carry 什麼時候會等於1 剛剛大家理解就是 三明明或任何兩個等於1就好 這個carry是什麼意思呢 大家注意一下 這個意思就是 我先問大家第一個問題 如果加法器 我不管carry in 不管欠一個booling 我如果自己加速跟被加速能有1 就是浩布一點 那個敬畏一點能1 好 再說一次 就是我現在要做三個命的加法 如果我的加速跟被加速 本來就已經都能1了 我是不是可以不用管 這個carry in 那個carry in 來電能1 那如果 第二種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情況 如果我自己呢 這兩個加速跟被加速 其中一個能1 我要滿足什麼條件 我的輸出境位置 出來的意思 比如說想這樣 如果我自己的加速跟被加速 一個是1 一個是0 我要這個要滿足什麼條件 輸出的境位置 才會整齊 是不是它一定要是1 如果境位置是0 會有境位嗎 會不會有配慮到 如果這個是0的話 是不會吧 這一定要是1 這是位移的條件 那第三個問題 如果這兩個加速跟被加速 就已經整齊了 有沒有可能 輸出境位置才會整齊 如果我特定是0 不管是1或0 都不會有輸出的境位置 不會 所以 歸納起來 輸出的境位置呢 哪是怎麼決定呢 就是看 你的 基本上就是看你的 兩個輸入跟輸出 到底是一個是1 一個是0 還是兩個都是1 就像這樣子 如果你自己兩個都是1 就是這個 一個是y 還一個就是o 然後你後面這個條件滿足的 然後你加速跟被加速 整1 以為止保證等1 這樣 那前面這個條件講的是什麼 就是 如果前面這個條件 這個瓜谷裡面要是1 代表意思是5 XY X X4Y等1 代表意思是XY其中一個等1 這樣 所以 這一個條件就是說 XY其中一個等1 然後 定別等1的情況下 出數字就等1 所以這個 大家可以試著意見一下 就會稍微困難一點 就大家剛開始學來說 會稍微困難一點 如果這樣子整理出來 紅面我們在做電路設計 會比較好用 就是至少你可以這裡成像 這樣是電路的一個形態 就是說這裡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上的部分 就是先把XY做XO 再跟D做XO 就是上 carry的部分要怎麼決定 他有沒有進位 我先看這個 這個MXY就是兩個都等1 如果是的話 因為有OZR 當然就有carry 就會等1 如果不是呢 他還要再看 就是 MXY到底這個 就是一個是1 其中一個等1 如果是 然後carry 如果1也是1的話 就數數會不會很低 所以讓大家看起來 就是有全加起 這樣子 好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理解一下 全加起就是兩個 半加起 加上一個O2 這樣子 所以他這個名字是這樣子 這樣 就是我們在半 所以後面的話 我們就要跟大家介紹 就是 這個這樣就是一個全加起 後面就要用全加起 來跟大家介紹 比較複雜一點的 其實說我現在有好做 四個BIT的加法 八個BIT的加法 所以就要記要 從他來用 這樣子 所以大家可以先 看看 不知道什麼問題 所以就去10分鐘 那個問題 可以再後來 直接加法 好 就這樣 有檢測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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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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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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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需要需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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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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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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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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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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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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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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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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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